第2305集 要想强行极尽升华都根本不可能了 他的原神刚才终究是被绿铜顶一击粉碎了部分 这个时候他的体内充满了虚空的倒泽 仙境震动 噗的一声 轮回之主身心共产开始解体 而后燃烧 彻底的炸开了 这一次他真正陨落 原神化成积粉 体内最后一股精血冲启洒落而下 追在地境上 让古境上的地血又增加了一种 被彻底吞没了进去 神境越发的古谱 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韵味 远处 几位至尊的心头都是意涵 见到一位同阶者解体 被割杀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种震撼 他们都是成道者 曾经天上地下无敌 而今日却有两人分出了胜负 乱出了生死 让人大受触动 黄谷一战后 又有至尊这般被击毙了 那面古境他越发神秘了 我觉得他将来有破入仙玉的希望 石黄看问题很特别 别人关注的是虚空本身 他却盯住了那面古境 虚空大帝身体一阵摇动 他像是一下子苍老了一万年 毛子都有些暗淡了 与五位至尊大战 而后又灭杀轮回之主 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现在道横消失大半 精气神空虚 他已经不知难以再继续一战了 光暗至尊冷漠的说道 到了现在 我看你还拿什么来战 极大至尊向前逼来 而这个时候 横宇大帝也在边战斗边接近 要与虚空一同迎敌 知道他不行了 叶凡怒笑 手中的五使精飞快扫出光芒 对准了向前的人 五使法则横天 斩向古代至尊 虚空大帝平静地说道 有用的法则与力量 用力杀敌 不要为我浪费一滴 不久后 我会归于永恒的虚空寂静 叶凡心中酸涩 感觉无力回天 这种结局让他难以接受 为什么杀一个至尊这般难呢 他们都是曾经的地狱黄 苦战术正常 虚空一声 手上沾满了至尊血 战死是注定的 也是最好的归宿 叶凡大声吼道 为了苍生 沐浴他们的血液何错 这是震动万古的光辉 会被永世铭记 几位至尊冷漠地说着 向前逼杀过来 送虚空上路 这是一场最为可怕的大战 叶凡站到现在 以一个蝼蚁的身份 能有二斤的战果 也值了 为轮回至尊的死 送上了很关键性的一击 故此这个时候 他真的无所谓了 哪怕立刻战死也没什么 拼命冲击 在他的手中 吴史经发光 灿烂多目 各种地道法则和飞舞 打得几大至尊 都不时血剑万尺高 而横宇大帝 更是陷入了生死决战的险境中 剧烈搏杀 虚空已伤 让横宇所面对的压力更大了 而这个时候 地气也疯狂 全都狂暴杀来 这个地方陷入了最为可怕的征战 与动乱中 惨不忍睹 那是地血在飞舞 染红了宇宙 虚空大帝再一次提醒 不要因为我 而浪费哪怕一丝力量 叶凡还有一件东西 想要打出去 但是他忍住了 含泪送虚空 他知道这位万古来伟大的递者将要上路了 光暗至尊冷笑 虚空 你现在还能拿什么一战 石皇更是直接手中打击 直接挥了下来 要亲手割下虚空大帝的头颅 一了不死山 与虚空在荒谷时代的恩怨 我的血液干涸了 我的精气虚弱了 但是我还有道谷 何惧一战 这一声大吼 包含了一位人族大帝的不屈与不甘 他需要巅峰时代的力量 可惜这已不是荒谷 他失去了那种战力 在这一刻 虚空大帝的血肉破开 一根又一根 晶莹的道谷飞了出来 化成了不灭的仙光 飞向四大至尊 地骨如兵器 尤其是刻上了虚空大帝不灭的印记 充满了不甘与不屈的呐喊 他的骨骼全都在发光与燃烧 一根又一根 像是一剑又一剑地气 冲向狮黄 光暗至尊等人 这是不屈服于命运的一战 这是一位大帝尽最后力量的一击 哪怕自身都无法支撑了 还毅然而决然的 祭出了自己的道谷 血已经流干 最后连一身道谷都祭了出去 直至战死 没有一丝力气 这个地方陷入了大破灭时代 一切都被震碎了 各种光飞舞 陷到法则震动 几大至尊怒吼 阻挡虚空大帝临死前的 这最后一击 晶莹的道谷炸开 燃烧成灰烬 也凡丝毫奋力冲杀 横宇大帝更是血战 这地方被鲜血染红 四大至尊全都燃血 被地骨所伤 拼命反击 要吞噬掉虚空最后的血肉 仙境哀鸣鸣 眼看着虚空大帝无力的倒下去 爆发出了刺目的光 发出阵阵悲夜声 近乎是自保般 在这个地方发动攻击 这场激战天崩地裂 鬼哭神嚎 石皇几乎被打残 原神都遭受了重创 广暗至尊也是手臂脱落 神须之主 七天至尊的兵器断裂 太过惨烈了 谁也没有想到 虚空仰天倒下去的刹那 那面镜子于他的道谷 会有这般无上神通 重创了不止一位至尊 似染上了仙道规则 此刻 低谷碎尽 而镜子也碎掉了一半 承受不住四位至尊的攻击 阵列他们兵器的同时 自身一半回 镜片晶莹 有一半碎片落在虚空大地的身上 还有一半保持镜子的形态 依然在绽放不朽的光辉 他发出了呜呜的悲鸣 此时 全宇宙的生灵都矩阵 因众生念力而洞悉了结果 漠不悲痛 可恨啊 为什么不还我们一个巅峰的虚空大地 让他拖着残区 进行了这样一场 根本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虚空大地战死了 上仓你无言 宇宙中 无数星域都传来悲呼声 万灵痛哭 在这一刻声音传遍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悲银 战场上 半面虚空境沉浮 守护着虚空大地的尸体 向着宇宙深处而去 无声让人心中悲凉 无比酸涩 忍不住落泪 几位至尊对镜子都心有忌惮 没有立刻追 远远的看着 虚空大地染血的尸体 不是那么的完整 只剩下半截 因为虚空的骨几乎都飞了出去 用以杀敌 而今缺少支撑 原本的地体都有些不成型了 且伤痕累累 血肉模糊 一荒谷 争容岁月 独占一世 坎坷一生 虽然打到天下七大生命禁区宁悸 而自身却也血洒了万年 直到老去 直到战死 一生都在血战 血洒落在各大生命禁区 留下了他赫赫的功绩 却也葬掉了一生的时光 直到最后 垂垂暮年 至死还在战 葬自己入星空 在自己的葬戈中 依然经历血与火 拉着两位至尊 共赴死路 这就是虚空大地的一生 没有活出第二世 一生都在凭黑暗动乱 直至战死 而今这一世 被众生呼唤 他又出现了 战 战 终是没有昔日的战力 可依旧如过去 尽了最后一份力 血已经流干 炸开了道骨 就这样 战死 这般落幕 半面残境 伴着虚空大地的残躯 远去 葬进了无银的虚空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敬礼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